王赫帝的得分创造了中国明星在名人赛的得分记录 这是中国明星在NBA全明星名人赛最闪耀的时刻 王赫帝身高1米83 从小喜欢打篮球 初中和高中都是校队主力球员 打空位或者小前锋 王赫帝大学就读于西南航空专修学院 后来迈入娱乐圈 并因为在苍蓝角饰演男主角东方青苍大红大紫 成为95后小声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又是一年NBA全明星周末 2月17日举办的NBA名人赛 虽不是汇集顶尖球员的全明星正赛 但也吸引了不少中国粉丝的关注 因为这一场位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NBA名人赛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演员王赫帝 凭借21分钟内砍下18分三个篮板一次助攻的出色表现 帮助夏普队赢得最终胜利 创造了中国明星在NBA名人赛的新纪录 这些年为了拓展中国市场 全明星名人赛也经常出现国内艺人的身影 不过由于中国艺人普遍篮球技术和身体素质不行 不少国内艺人都是去露个脸跑几个折返跑 就匆匆了事 如果能进个球也是大叔特殊 这次王赫帝却表现抢眼 出色的发挥和表现欲望 为他在队内赢得了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出手权 男生小时候的梦想也并不是买车买房 王赫帝小时候的梦想也不是成为演员 而是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 出生在四川的王赫帝从小就喜欢打篮球 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就是灌篮高手 甚至还买了一双和刘川峰一样的红色球鞋 等到王赫帝进入初中和高中 他一直都是校队主力 但是迫于学业和发展前景 王赫帝最终没有选择成为职业球员 而是选择出道进入娱乐圈 在进入娱乐圈后 王赫帝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和热爱 他会经常参加篮球类综艺节目 或者是在拍摄的闲暇时间和朋友一起打篮球 王赫帝在接受采访时聊到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参加一个专业的篮球比赛或者表演赛 而今天他站上了全世界最瞩目的篮球场地 NBA全明星赛的舞台 王赫帝全场15投9中拿下18分 刚上场就利用不断的快攻连得8分打停对手 在第四节又命中超远4分球 这一刻他不再是荧幕上的青春偶像 而是化身篮球场上的无畏斗士 作为演员 王赫帝保持高度专注和敬业 作为球员 王赫帝充满激情和斗志 用自己的表现赢得尊重 机会永远不会被他辜负 篮球场上就是要用实力赢得认可 詹姆斯做到了 王赫帝在这次比赛中 也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詹姆斯的自律 敬业 热爱深深影响了无数球迷 王赫帝的努力 执着也让他从苍蓝爵 到以爱为营中的角色演绎得更加精彩 也在《你好!星期六》和《50公里桃花物》等综艺中 带给人欢乐 因为加减法和某某在几年前也来过 可都只拿了两分 当然只是举例 没有不尊重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只是表演赛 但王赫帝这一次 真有可能让全世界都能重新认识我们中国人身上的精神 看到王赫帝为国争光的样子 王赫帝的老粉们也不请自来了 因为王赫帝这18分的含金量真的很高 替补出战的位置甚至都排在了二阵容之后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次换人 他自己和教练说想要申请上场 但没被同意 直到第二届才登场 要知道与之同场竞技的明星们 有此视频这样的退役球员 还有很多当打之年的橄榄球运动员 很多人天赋都是因为打不了橄榄球才打的篮球 还有WNBA李梦的队友 还有那些街球网红 所以你说他们都是半职业 也没啥毛病 所以这些地头蛇们在大洋彼岸 既有着半职业的能力 还能混个脸熟 我说实在的 这比赛还是给他们的球迷看的 这样王赫帝的机会就不会太多 所以都是WN 你说对吧? 所以当我们都抱着王赫帝为了娱乐精神 而上场后 他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球 把教练都给打服了 为自己争得了21分钟的上场时间里突外头 最后还进了一个超远4分 这都是他已知我上述说的那些条件 王赫帝在上场之前做足了准备 积极训练 最后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他真的代表了我们中国对于篮球的尊重与热爱 以及努力和谦卑 顺带脚还告诉你们 NBA他上场能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流量 所以相信这次之后 中国一定又让他们耳目一新了 NBA官方外网发了王赫帝连续4分投篮的精彩视频CUT 给这个中国小鲜肉点赞 美国媒体更是说他接管了比赛 刚刚这个来自中国的演员 在国内外彻底火了 全世界篮球迷都认识了王赫帝 大杀四方的帅气颜值 和惊艳四座的优秀球技 谁说这不是现实版的爽文男主呢 参加过NBA全明星名人赛的华人不少 但是大多数只是混个脸熟 然而刚刚结束了这场名人赛 王赫帝的表现震惊了全球球迷 上场21分钟便砍下了全场第二高的18分 要知道现场也是有专业运动员在场的 防守强度并不小 王赫帝却异常自信 几次硬着头皮上篮 让球迷们看着揪心 赛后美国媒体更是直接报道 下半场王赫帝接管了比赛 中国球迷好久没有这么自豪过了 真棒 王赫帝本人也发声 称自己接到通知后 就赶紧长途飞行到美国 并且以当红球星哈利波顿进行训练 一心一意地准备这场比赛 为了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能在NBA丢中国球迷的脸 赛后采访中王赫帝表示 很开心 很激动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不甘心 因为18分嘛 就离20分只差2分 然后自己在场上也错过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可能因为自己的紧张和情绪 有一点影响 然后错失这2分 要不差一点就20分 但是很满足 很开心了 我其实主要就是兴趣爱好吧 觉得篮球是融入在我生活中的 一直坚持的一个热爱 一直坚持的一个兴趣爱好 穿着23号球衣 命中超远3分 致敬偶像詹姆斯 王赫帝终于追星成功了 这小子表情别太演我 自从看到詹姆斯 嘴角都要和太阳肩并肩了 眼神里的爱意也完全藏不住 还拿到了错签和合影 此外 王赫帝还在赛前采访 谈到了自己的偶像詹姆斯 自律 专注度 敬业 对冠军的渴望 詹姆斯的这些特质 也带到了我的工作中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不得不说 从航空专修学校到娱乐圈 王赫帝的转型非常成功 但在他成功的背后 定然也付出了许多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希望未来王赫帝也能够再度登上 NBA名人赛的舞台 同时有机会跟偶像詹姆斯 一起同台表演 这次的发挥也证明国内艺人 并不是只会拍戏 反而也有全能型的人才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艺人 在国外展现出更自信更出彩的一面 让外国人也可以站起来为我们喝彩